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那我们的错误到底在哪里 我们到底刻意忽略掉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道德价值观 不断的崩溃 今天来带大家看到这个美式足球 来找一下这个答案 休士顿的这个美式足球的四分位 quarterback CJ Stroud 他带领了他的球队打赢了比赛 然后说要把荣耀全部都献给耶稣基督 然后呢 访问这个NBC的新闻台 做了这件事 前面各位看到的是现场直播的访问 然后后面是NBC后来PO上去他们的新闻片段 好像剪掉了什么东西 这两段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影片才对 但是中间好像少掉了什么 他们刚刚刻意剪掉 删除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很奇怪对不对 这个NBC刻意剪掉了 这位美式足球的球员 想要传达的最重要的 最核心的讯息 就是我要感谢我的救主 我的救赎耶稣基督 不行哦 这段不能出现的哦 很奇怪对不对 我们不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吗 我们不是一个基督教文化的社会吗 建立出来的社会吗 照道理说 这个讯息在我们的国家来说 在美国来说 是最真实的 是最被人同意的 最有人气的 应该会被大家认同才对 不是吗 但是我们的新闻台 却刻意的把这一段剪掉 把荣耀归给耶稣剪掉 很奇怪对不对 不是宗教自由吗 不是信仰自由吗 为什么其他的信仰都可以 你看在WEF 大满队的人别人打喷嚏都可以 但是为什么要把耶稣基督的圣民剪掉 为什么这个人不能在公共的场合里面 感谢耶稣 感谢神 真的很奇怪 各位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基督教 OK 从耶稣2000多年前来了之后 就变成全世界最被打压 最被压迫的宗教信仰 而且打压基督教 消灭基督教 是被所有国家 所有的政权接受的 好像这一段 以弗所书上面说的话是真的 OK 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 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我也不希望在这边假装 好像我有在看美式足球一样 我不太看电视 我基本上每天都只是在看新闻 跟听新闻而已 NFL现在变成了一个 左派掌控的一个组织 一堆大男人 壮硕的大男人 穿着六色彩虹旗的那边 撞来撞去 然后一直在说黑人被种族歧视 我们的美国国旗 在升旗的时候 在唱国歌的时候 他们会跪下来抗议 但是还是有基督徒出来做炎做光的 还是有基督徒不害怕的说出来事实 还是有基督徒出来感谢耶稣的 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个球员是在什么样的 工作环境下面工作 以下是新英格兰的 爱国者的首席教练 他出来说明就是 DEI 多元 平等 包容的政策 I do see color because I believe if you don't see color you can't see racism and whatever happens black, white, disabled person even someone with disabilities I always for the most part people are like when they're young they kind of make the spot hot younger people know what that means but what I would say is like no I want you to be able to go up to those people and really understand those people so it goes back to whatever it is black, white, yellow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but it does matter so we can try to fix the problem that we all know we have 很奇怪吼 就是在歧视白人嘛 对不对 一听就知道是这个样子 他上面说 这些其实不重要 但是其实很重要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左派 每次他们掌权了之后 会说的自相矛盾的东西 他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错误 永远在合理化自己的偏激 说出来的话 永远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跟道理在 但是总是觉得自己最理性 最聪明 最良善 最是有文化的一群人 不要说这个世界上的人种 没有颜色 我看到的就都是肤色 因为我看到肤色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要修复 这些种族的问题的来源 在美式足球 NFL里面的种族歧视 是对黑人吗 在NBA里面的黑人 是被打压的吗 哇 终于有人站出来了 终于有人为黑人 在NFL里面发声了 OK 黑人终于可以在 NFL里面打球了 是这个样子吗 1960年代 马丁路德金博士的付出 终于有成果了 OK Affirmative action 黑人终于可以得到自由了 Oh yeah 说真的啦 我都觉得不公平了 OK 如果我们真的要什么 种族融合的话 如果说我们 不要有歧视的话 那 NFL要的 不应该不是那些 又高又壮的黑人 应该是要像我这个样子 对不对 一个又矮又瘦的亚洲人 进去打球才对吧 这样子才代表多元 这样才有人代表我吧 对不对 还有包容 还有平等吧 但是他们当然不会这么做 我也不会想这么做 我大概被他们一撞 全身就都散掉了 OK 脖子脱臼 变成长颈鹿了 那么睁眼说瞎话的一群人 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型的体育运动的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 几乎全都是黑人 为什么 因为谁想看Ethan打球啊 就是这么现实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他们被歧视 他们觉得他们被打压 我把这两个影片摆在同一个新闻里面 其实是有意义的 所有的人种里面都有好人 也有坏人 他们的差别只是 有没有信耶稣而已 有没有谦卑自己 跟有没有受害者心态的差别 其实真的就只是有没有信耶稣而已 当然他们想要攻击的其实就是白人 刚那段其实是一个非常种族歧视的一个新闻片段 他们认为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没有白人的话 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对他们来说白人 基督徒 刚强的人都是不应该存在的 这个世界如果要变好的话 种族融合的话 就是只要 只要就是去白化就可以达到了 他说的话 我也不是完全不认同 因为如果种族歧视真的是一个问题的话 种族歧视真的是存在的话 那我们首先就是应该要去了解 而且认清这个事实 就是这个世界上面 种族有些东西都是不同的 但是他们没看到的是 左派是刻意忽略的 他们把所有的错误全部都怪在白人的身上的时候 就是根据统计 白人是最不在乎种族歧视的种族 这个是有统计数字的 认为自己的种族很重要的统计 黑人认为当黑人是重要的 是在超过70%的 西语义的人跟亚洲的人 认为是重要的 其实差不多50%左右 白人说自己的种族很重要的 只有15% 白人看自己的种族很重要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特别是在美国 这个统计数字下面有一排字 其实是很好笑的 说亚洲人的数字 只有说会说英文的人的统计结果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把不会说英文的亚洲人的结果 摆上来会怎样 Felicia每次提到其他种族的人的时候 都还会说 那些老外啊 你看那些老外啊 我告诉你老外就是怎样怎样怎样 事实就是 这个世界上白人为主的国家 通常都是最包容 最多元的国家 这个是事实 所以现在在所有国家的法律的治理之下 我们可以歧视白人 这样的歧视 还是会被社会的道德价值观接受的 在美国 亚洲人也是可以直接被歧视的 例如像说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亚洲人可以因为肤色而被拒绝 但是在社会层面上面 还是不可以公开的歧视 或是公开的 又刻意的用言语来讽刺 跟抹黑亚洲人 但是白人的话 你是对他们说什么都没关系的 你可以公开的歧视 公开的抹黑 公开的贬低 甚至公开的攻击 不管是在社会层面 还是在法律层面 人权法案之后了好几年 我们得到的并不是种族平等 跟种族融合 得到的反而是可以合理 合法的贬低特定的种族 白人 而且我们的社会 还是鼓励去歧视跟贬低种族的 歧视白人 贬低白人的 这些想法在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面 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 在新闻媒体上面 白人被说成是 如果这个世界上 没有白人的存在的话 这个世界不可能有殖民地 世界就不会有不公平 不会有奴役制度 白人是全世界历史的罪人 是所有罪恶的源头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NFL的教练 不会被攻击 他说的话 还可以在电视上面播 因为他说的东西 他公开的种族歧视 是被社会大众接纳的 讽刺的就是 根据统计 只有白人 不歧视其他的种族 但是这样的数据 他们不会想要公开 会想要刻意的删掉 或是抹去 我在这里不是在说 白人有多好 然后我其实是很公平的 我对每一个种族 都很公平的 不友善 我对我不认识的人 都是公平的不友善 OK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可能就是 我自己的天性 我的个性 我最近其实想很多 我想要改变这一点 这是我去年的 这个年底 参加教会的退休会 神给我的一个启示 没有很多观众 给我们建议说 不要一直强调基督教 不要一直强调基督徒 你们的影片很棒 新闻的观点很好 但是我有的时候 不好意思转发 因为实在有点像在传教 我也是基督徒啊 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 弄得这么明显 会比较好吧 说真的 我真的做不到 我人生当中 所有重要的事情 整个事工 我的人生的方向 我的婚姻 全部都是神给的 如果我刻意忽略掉 神的存在的话 那我就跟那一开始的 NBC剪辑出来的影片一样 那个片段一样 刻意的把所有的荣耀 权柄 都从耶稣身上挪开 然后我说出来的话 就变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个世界会败坏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离开了神 离开了真理 还有我们刻意的 把耶稣基督 从我们的生活当中除去 失去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就不是言 我们也不可能是光 我们也没有智慧 而且是愚拙的 当我们不把属神的荣耀 归给神的时候 我们就跟NBC的记者一样纯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